今天家里增加了两件小物品 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一件是这个书架 其实也称不上书架 只是暂时放书的地方 那么第二件就是接收了婆婆送的一盆小小的绿植 许多人说我家里怎么没有书架 其实我老公是一个特别喜欢买书的人 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就是知道我老公曾经的房间 也就是我婆婆家他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 房间大概三分之一的空间 都是各种各样的书 但是我们搬家了之后 我就不让我老公把那些书拿进来 因为他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看那些纸质的书 那现在我和我老公读书 主要是从图书馆借书 看完之后再还回去 如果想要看的时候再借过来也是很方便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也会读电子书啊 或者是听书 也都是我们现在读书的一种方式 当然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 我也会准备书架的 只是说我不会先买一大堆书放在那里 然后慢慢去读 而是说那我需要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再去买这本书 就是想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开始 免得自己一下子买太多 太浪费了 就像我现在开始一点一点准备孩子们的书架一样 也是一点一点的买 一点一点的准备 那这样子的话 即使弄错了 买的不方便 不适合的东西 那么在舍弃的时候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我是这样想的 我家两个孩子的书 平时主要是放在电视机旁边的 这个无印良品的收纳盒里面 那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的书都是从图书馆借的 那图书馆是有借有环 基本上是保持在 我可以管理的一个数量范围之类吧 但是现在他们的书也越来越多了 我女儿的幼儿园每个月都会发一本绘本 那我儿子他自己喜欢的书也开始增加了 所以我就考虑多增加一个书架吧 因为暂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书架 那婆婆家有一个这个控制的架子 下面还有四个轮子 那这样子推来推去也很方便 也方便我打扫嘛 所以就先暂时借用一下 那这个收纳盒里面的话 是无印良品的那种收纳盒 也是为了统一颜色吧 如果说不装书的话 也可以用在其他许多用途上面 那我暂时先买一个试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增加 免得一下子买太多 我是这样考虑的 虽然不是很好看 但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所以的话先就这样吧 能用就行 那如果遇到合适的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慢慢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收到我婆婆给的这一盆绿植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只是我觉得这个叶子长得郁郁葱葱的 然后在阳光的映衬下吧 显得非常生机勃勃吧 我家玄关的这个位置 主要是放我家的一些绿植 放的最久的时间 就是以前跟大家经常分享的 那个小小的发财树吧 但是到了去年冬季的时候 叶子就掉了很多 就显得很怎么说 比较凋零的感觉吧 所以我就把它重新移栽了一下 换了一个新的花盆 那现在放在洗手间这个窗台上面 最近开始涨了一些新的绿叶 也重新的焕发出新的生机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女儿的那个通行证 已经通过了那个面试 现在资料已经寄到临时馆了 应该很快就可以办下来了 感谢大家给我提供的 各种各样的建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